本期话题 真菌性阴道炎是怎么得的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真菌性阴道炎 它通常不一定是感染所致 因为机体 正常的阴道里就会有少量的细菌 当这个真菌 在机体环境发生改变了的时候 它就会过度的生长 那么过度生长的症状 就是产生了白色豆腐渣样白带 感染了真菌性阴道炎 通常的原因就是 机体免疫力降低了 或者是口服抗生素导致的二重感染 或者是机体的血糖过高 阴道里糖原过多 所以造成的真菌的过度繁殖 所以我们发生这种情况以后 建议到医院里 由医生来做一下诊断 然后根据病因进行及时的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